时间是1997年泰森与霍尼菲尔德争夺WBA世界拳王金腰带的比赛 相信这一幕很多喜欢泰森的拳名都会立地在目 这位拳堂历史上最年轻的重量级拳王 以毁灭性的重拳和接近90%的KO率文明世界 在擂台上勇猛无比 擂台下却把生活过得混乱不堪 直到现在泰森仍然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重量级拳击手 但从这场被吊销执照的比赛开始 泰森进入职业生涯低谷 这也是巨路格斗 今天要讲的就是这场摇耳朵事件以及泰森的悲情人生 生涯战绩50胜6-44次KO 从1985年出道泰森就已经是以玩者的姿态降临全坛 出道第一年的15场比赛100%的KO率 并且几乎都是在首回合KO 自86年就已经爬上世界重量级拳王的宝座 使用两局的时间就把当时的世界拳王打落神坛 成为最年轻的重量级世界拳王 当时的媒体还把他和历史上最伟大的拳王 从未免25次拳王头衔的乔路易斯比较 而确实从那时开始 泰森时代正式揭幕 87年3月获得WBA头衔 8月获得IBF头衔 88年3场比赛全部KO 从85年到89年泰森的恐怖重拳和KO率让拳堂的高手文风散打 那时候的媒体都调侃说 看泰森的比赛真的很不值 刚进场坐下来 凳子还没午热就比赛结束了 可惜金钱和荣誉冲昏了泰森的头脑 泰森的生活混乱 训练难度 92年还被指控强奸罪入狱 虽然直到现在 泰森依然声称自己是无辜的 但还是被判了三年入狱 而泰森摇耳朵这场比赛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了 初一后的泰森在1996年11月面对着 全堂真正的强者霍尼菲尔德 曾五次获得世界拳王金腰带的人 显然当时泰森水平已经极大退步 第二回合就被霍利逼到角落连续几个组合拳击中 即使中间泰森对霍利打出几个重拳 但也没太大伤害 到了第六回合 全场观众喊请了霍利菲尔德的名字 也许泰森发现他真的失去观众了 当泰森一个前探时被霍利后手勾拳击中 硬生倒地 全场海啸般的欢呼声 接下来的时间开始变成了霍利菲尔德表演时间 多次中击泰森的头部 据泰森后来对这场比赛的回应 他说只记得那晚都是 啪啪啪我被击打的声音 在第十回合最后30秒 连续17拳重重的击打在泰森头部 最后还是终身把泰森救回来 当第十一回合开场不到30秒就被终结比赛了 这场比赛霍利一直小动作投击泰森 而这场比赛也成为摇尔事件的导火索 2017年6月 泰森与霍利的二番战打响 双方的火药味比上一场更加浓烈 但泰森的招牌下潜在霍利面前变得完全无效 双方残暴时霍利的铁头弓似乎用上瘾了 此时泰森表情看起来是比较淡定的 然后到了第三回合 最后一分钟的时候双方残暴起来 泰森张开嘴 霍利大喊一声突然跳起来 骂一句脏话 而泰森又上前走过去推了一把 此时结束后才发现霍利耳朵的血一直往下流 当裁判示意要扣掉泰森两分后重新开始 此时泰森又再一次朝着霍利的另一只耳朵咬上去 第三回合结束后双方团队直接在雷台推散起来 泰森多次想冲去霍利面前 但已经被现场安保团团围住了 霍利也因为害怕再次被摇耳朵退出比赛 一场金腰带争夺战就此结束 这场比赛经过一番讨论 最后裁判宣布无效 没人理解泰森为什么要这样做 但此时泰森我更觉得像个受委屈的孩子 他在生活中混乱不堪 被经纪人骗钱犯罪入狱 最尊敬的恩师早早离世 而这场比赛也打得困难 似乎生命里唯一能把握的东西都已经没有了 此后的泰森比赛场是逐渐变少 05年被TKO后 泰森结束他的职业生涯 看完这场比赛我抢起电影激战里张家辉说的一句话 我以前以为这个世界是我的 当然了世界很等人 时间也是不等人的 不过有趣的是泰森和霍利菲尔德 并没有因为这场比赛变仇人 反而变成一对老冤家 2014年霍利菲尔德又选拳击名人堂 还是泰森为他颁的奖 这里是巨路格斗 格斗可以像电影一样优雅 我们下次见